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之前三个再加上那后面五个嘛 不就八个了吗 这前面这三个是 这大一点的是三 是之前的那三个 加那后面的那我刚刚抓过来的五只 然后我就八只了 好 有八个小宅宅了 我开始给他们弄点吃的 弄这个大的带着这个小的吃东西 给他们先来点红糖水吧 不要进来 不要进来 出去 其实他们跟这些小鸭子 待一起也没事 让他们习惯一下 习惯 这个是老大不用说 一摸摸他他就鬼叫的 那个是老六 在门口的那个是老六 封鼻子跟五爪没过来 老六 老六你过来老六 老六 老六 算了 听不懂了 给他们拿吃的 拿吃的不能在那个 我去拿吃的给他们 看一下那个大的会不会带这个小的 那我们先就这样 现在给他们拿食物过来了 那里面弄的是红糖水 然后这里就是玉米粉 用水弄湿了一下 估计这平命在吃的是那三个先出壳的 那五个还不知道怎么吃 那五只还不知道怎么吃 所以现在一共是八个小鸭仔 看一下吧 看一下本来十五只的 不昨天翘了一只吗 那里面应该还有九个 九个不知道能处多少个 嗯 那个不 我刚刚去看了一下 那个蛋都是冰凉冰凉的 可能是母鸡 这人家建议也是对的 他让我出壳的小鸭仔 先拿出来 要不然母鸡不肥抱的 好像也是哈 他心形不宁 他就那里东江西望的 然后就就那个 因为鸭子 这些鸭仔子 跟小鸡仔不一样 妈呀他出壳了 他就要往外跑 他就不待那里 这站上面的肯定是昨天出壳的 啥也不知道 哎 好像那个也学会吃东西了 不要鬼叫吃的在那里 没看到你们那些哥哥在吃吗 都学学他们 不就饿不死 毕竟有一个带头了是吧 有三个有三个给他们做榜样的 不用说了 这八个里面最少有四个是公的 现在这四个围在那里的估计都是公的 然后那周边一点的可能就是母的 毛不一样毛色不一样 好 这个啊 炒了 说说小鸭仔真的不爱干净 你们看呢 真的 还好这里面我只是打 就是弄湿了一下 没有弄很多水 要弄很多水 他们用个脚在那里踩来踩去的 又洗脚嘛 又吃的 这就是小鸭仔不能跟鸡一起养的原因 我估计就是这个 怎么看着都像公的 有了 气死我了 那公鸭子我也吃不来呀 这么多 那行那行呢 今天就为大家拍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不过那个绝对是母的 那毛色都当黄色的 肯定是个母的 就他吧 也许就他一个母的 这哪个声音哄亮啊 这个昨天出壳的家伙 这个声音还挺大 想想他们多可笑 他们会跳 还挺灵活的哈 那行那行 那我们这期就到这 下期再见 这我小狗仔子就剩五只了吗 剩五只了很多人说 说想那个买哈 但是我这个小狗仔子 都是人家定了的 就是 呃我自己留了一个就是五爪啊 应该是那一只 为什么我能就这样看出来了 我现在就是怎么区分他们 一个看嘴巴 第二个就是看尾巴 就是一头一尾了 现在 那个五爪跟红鼻子是一个颜色 根本就你光看前面是看不出来的 然后就看尾巴 这个五爪的尾巴 尾巴是往这边卷的 就是我们说的往左边 往右边 往右边卷的 那红鼻子呢 红鼻子 红鼻子 红鼻子的尾巴又是往左边卷的 所以我现在就是这样区分他们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女孩子嘛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老六 这个是老六 这个是女孩子 我说的胖牛 这个女孩子的尾巴 也是往右边卷的 只有这个 呃 胖牛跟五爪的尾巴是 往这个方向 就是往右边卷起来的 然后他剩下的这个老大的尾巴是 往左边的 老六的尾巴也是往左边的 而且老六的两个耳朵是竖起来的 老大当时也是竖了两个耳朵 不知道怎么搞的 老大现在最丑了 这个耳朵是竖起来的 那个耳朵又是爬下去的 我觉得这个老大是真的好丑啊 而且他不小时候长得是最大嘛 他很难吃嘛 现在他不是最大了 我感觉这个老六长得是最快的 现在这个老六好重啊 都 反正现在就是那 特别是那个五爪是最小的 五爪现在变得是最小的 然后现在偏胖一点的是这个胖牛 本来他还有一个姐姐吧 跟他是一模一样的样子 但是那个不是被人抓走了吗 那个也很费吃 这个家伙现在在我这里是最会吃的 所以他现在长得是最胖的这个胖牛 五爪是最不会吃的 吃到没吃几口 等一下五爪他就会吃饱了 他就不吃了 而且五爪我发现他跟他们就是不合存 这个五爪我怎么觉得他就有一点那种 哎 反正就是喜欢毒来毒我的感觉 虽然我是把他留下了 还有这个老六我也想留下来 这个老六为什么想留下他呢 因为他的脾气最好了 我发现后来我不管去抓哪一个 原来我是这样去抓他们 你看老六在吃东西 我就这样抓他他都没反应的 他都不会那个反抗了什么的 他就是随便你怎么弄 他也不会那个 当然如果他跟别个狗打架 但是他还是会打的哈 他只是不得怎么搞的 就是你去弄他他没反应 别个没这么好 像这个老大我都不去弄他的 还这个泡妞也是没这么好的 你看他要是在吃东西你抓他还得了 你没吃东西他没吃东西你都不能去抓他 现在这个缝鼻子我不知道 缝鼻子还行 缝鼻子也还好 再看一下我留下来的这个五爪 好吧五爪有一点嗯嗯唧唧的 你看你看五爪他就准备不吃了 这不是五爪这里多了一个饺子 你看这个五爪他就不吃了 都不吃了吗难道 都吃饱了吗 这个五爪真的跟别个不一样 这个五爪他就不跟人家玩 哎呀不能给那个鸡吃 因为这里面就是我昨天杀了一些鸡 这个是鸡内脏的那个汤给拌的饭 鸡血呀鸡七七八八的东西 他们吃完了我得端端起来 藏起来不给鸡吃吃完了就没了 啊反正我发现他们吃这个 比较喜欢吃这个 你如果是这个跟奶粉拌饭的话 他们不吃那个奶粉拌饭 他们就要吃这个 你们看一下这个胖牛 最难吃的就是他 第一个吃的也是他 最后一个离开的还是他 每次都是这样子 胖牛是不是 胖牛是不是 还是舍不得住 嗯可能不吃了 你不吃了 给他们放上来 我发现而且就是最黏能的也是胖牛 那个胖牛是最黏能的 不管我去哪里好像他都会跟着 黏能的也是胖牛 会吃的也是胖牛 长得最快的也是胖牛 他还要吃我放起来了 算了不给他吃了 因为他是最早一个跑过来了的 那行那行 那我们今天视频拍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